2020年 属老鼠的呢 属老鼠今年会怎样呢? 属老鼠最重要是今年你是犯太岁 为什么说犯太岁不好呢? 因为他眼睛是这样 犯太岁是很大的 是很重要的任务,是很伟大的任务 那你如果犯太岁,意思是说 你就轮到你坐在太岁上面 这样你就对太岁不尽 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样呢? 一般上犯太岁也不用说犯太岁就不好了 其实犯太岁基本上只是说 你今年会比较多一点阻碍 然后你今年会比较不能够集中精神 奉献那些属老鼠的人 你要尽量就是说 心平气和的去完成你的事情 不要因为一些阻碍而放弃 要坚持 然后怎样要獲太岁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在立春之前去庙里面拜太岁 这样立春是什么时候呢? 是2月4号,就是出十亿才是立春的时候 如果你有喜事 今年如果你有喜事 尽量去参加 就是说 如果你要庆祝生日 老人家庆祝生日 或者是说要结婚 你孩子要结婚 所有事情 搬家 这个都是喜事 这些好的事情 你都尽量去办 为什么呢? 一喜挡三灾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喜的话 就可以帮你挡三个灾 那就很好了 属老鼠的呢 不要因为犯太岁而感觉到不好 其实呢 你有一个很好的心 这个心是什么? 叫降心 降精的心 降精是什么呢? 降精是很有权力 OK? 很有权力的人 意思是说 你今年如果在事业上 你将会有很多机会 你也将会有一些权威 所以呢 在事业来讲呢 对老鼠呢 是很好的 但是老鼠要注意一点东西 就是 见风 见风这个心 这个胸心呢 就是代表说 会有一些 刀伤 这样你要讲 获解的 其实 你可以获解的方法 就是 你在立村之前 你去捐血 OK? 捐血就是一个 就是既得嘛 就是可以让你 也能够让你来倒栽 还有一个心要注意的 叫福尸 福尸的意思是说 你要注意你家人的健康 如果家人 你看发现你的家人 有一些毛病 尽量尽快的 带他们去找医生 解决那个 这个病情 OK? 谢谢